极端气候的影响直接冲击到文旦佑残季的市场 瑞穗香农会两年来与花莲农改厂合作推动 文旦佑找收栽培技术成效显著 而今年开春第一场文旦佑讲习训练 花改厂副厂长宣大平表示 今年将扩大文旦佑找收栽培面积 将增加到100公顷 瑞穗香农会今年开春第一场文旦佑讲习训练主题 就是文旦佑找收栽培管理技术 首先就从病虫害防治来下手 那我们今天会跟大家分享的病害 主要还是疫病跟那个黑点病 那疫病的那个区间可能有需要再延长到前面一点 随着农业生产逐渐受到极端气候的冲击 花莲农改厂近两年来 也与瑞穗香农会合作辅导推广 文旦佑找收栽培技术成效卓著 而农会今年也就扩大办理 让瑞穗优质的文旦佑也能享有 早收早进场的经济优势 我们今年这个开春的第一场文旦佑讲习会 最主要是针对文旦的一个早收的技术辅导 那因为去年的这个 受到气候的影响 那下了连续下了十几天的雨 也下了一千多公里的雨 但是早收的去年有做早收计划的农友 基本上不太受影响 那所以我们今年就打算跟花莲改良厂 再把我们早收计划能够再扩充 所以我们今年从五十公顷 扩充到一百公顷 希望能够造福更多的柚子农 那另一方面也希望能够把这个文旦佑 能够提早十天左右来做一个采收 那降低我们整个极端气候 所造成的一个影响 获联农改厂透过天间管理 并崇害防治以及肥培 安全用药等栽培技术 让文旦佑也能提早收成 采收两到三周 两年下来五十公顷面积的早收 采收示范文旦佑原品质产量皆有水准以上的表现 副厂长宣大平表示 今年将扩增到一百公顷 从去年的经验 我们可以提早采收到大概两到三周 但是提早采收文旦它的这个品质 都能够维持在文体牌文旦 大概十点多十一度左右的这个堂度 所以出去品质 其实早收品质也非常好 而且如果台风要来的时候 因为我们可以很提早收 所以我们就不用担心了 所以这个文旦采收其实在 整个产业上有很大的帮助 所以我们也希望说 如果有朋友有需要 或有 都可以尽量来参加 也来看我们的产会 这些技术都能够在这边落地下去 让我们的第一个产业能够再提升起来 由于文旦佑产值不受影响 且享受提早进入市场的价格优势下 配合示范栽培的农民相当有感 因此今年度不少文旦佑农 跃跃欲试 也加入文旦早收栽培管理之列 平时能够更好 我不要催眠了 一上 可能销路可能更好 因为我每次很晚 你交的时候都来不及 再挺长的 可以也要先收到后的也要不要 霍林农改厂提供专业栽培技术 农会提供相关辅导协助 让文旦佑早收栽培技术日趋成熟 也足以因应极端气候的冲击 也能提早衔接国内外文旦产销市场 今年度扩增到100公顷 文旦佑农也高度兴趣 上百位的旧与新知 几报文旦又早收栽培管理研习课的现场 记者是玉兰对社采访报道